哈囉大家好 草莓的Dex 今天來介紹一下散亂合作角色 他們的快速性能點評 其實在講之前 我們今天大家看一下 整體的散亂角色 他們的幸運值都是看他們的胸圍 所以這個胸圍都很高 所以幸運也很高 這應該是所有有史以來 這種合作船裡面 幸運最高的一批人 這幸運高會影響他們的生存 所以他們的生存力其實都會蠻高的 接下來我們看個別的船的性能 我們來看看班舅 班舅的1技能受到專武強化之後 會增加他的彈幕威力 然後他的彈幕會每25秒 有一道前方的斬擊 配合兩道人形鎖定的斬擊 再配上他自己會開個盾 盾破了再額外輸出兩個斬擊 所以整體而言 他只會有四個斬擊 再一個前方的範圍斬擊 每25秒多的這個彈幕 其實傷害還不錯 以眾群而言 因為是吃活力的 然後他自己本身又是主爆加1的重拐 所以在自律的情況來說 其實輕輕雜魚什麼能力 其實主要的輸出都不會浪費 那魚雷效率其實比較偏低 那二技能其實還有補足 這個沒四秒 額外的這個魚雷彈幕 他自己還不錯 然後他有一些自強化的功能 尤其在這個損血的過程中 因為他就是要偏軸 偏坦的一個角色 那也有一定的輸出 而且他技術性能也很高 所以有定的坦度有定的輸出 但不過目前來說 就眾群在這個版本來說 其實效益都不是很高 所以很容易被取代 那一般道中虐賽什麼都還OK 那如果說你只要打到高難海域 可能會被其他的這種超群給取代了 那我覺得細小他也是重群 也是主砲加益 他真的是這個砲群的 那專武的部分呢 他也是提升自己的運 增加自己的生存 然後還有這個 每10秒這個10%的這個降制打擊 基本上這個降制打擊在道中 其實不太有用 除非你真的要打王 所以這個裝備效果其實不用重視 那強化的這個效果呢 也是強化這個彈幕的這個效果 那這個彈幕呢 額外變成是一個範圍領域型的斬擊 他可以消彈幕的 但是這個你要拿來打人 其實傷害根本打不到 手太短 他唯一就是增加額外的這個 炮擊的這個輸出的傷害 所以理論上呢 他就是算是 也算是防守型的這個炮群 以彈幕來說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也是是增加自己的這個支強化 然後還有這個特殊彈幕 所以理論上這個重群吸收 他其實也算是輸出型的這個炮群 其實理論上他這個效果 其實跟我們之前這個利拉也比較 利拉也是走輸出入線的這種重群 真的是脆皮大炮啦 那不過紫皮重群基本上就是 友愛八點 好雪全是這個正航空母 那專武給他的屬性其實還不錯 有這個航空命中 然後還有其他的這個命中裝點UP 然後七運也是UP 所以整體的運很高 然後這些屬性航母都很好用 那技能強化的部分呢 當然原本就有支強化的這個航空值嘛 那起飛的這個彈幕呢也獲得強化 那這個彈幕是一個龍捲風 然後Hit數還蠻多的 當這個Hit數越打越多的時候 這個敵人會降速到最後會被死停 那這個死停的這個時間呢 大概是1.5秒左右 其實大部分的怪啦 大部分的敵人基本上都會被打滿這個Hit 所以你可以期望有很高的這個時間 是有1.5秒的死停 大概跟運籌比 那運籌從緩速到死停前後都有6秒的這個時間 所以身體效果很好 當然不能跟他這樣比 那如果說是其他科研傳 像是奧古斯特的話 其實有2秒的這個死停 所以他算是比較陽春一點的這個奧古斯特 那二技能的部分呢 就算是一個損管 好你當自己的50%血量 低於50%血量 他會回血 並且會展開這個彈幕 不過這個彈幕呢 其實也是不是傷害特別高啦 重在他是有這個損管灰鞋的功能 但你要用到他來做主要的輸出 其實是不太實際的 所以這三個金卡姆 理論上可以做到還蠻不錯的一個 緩速死停的這個效果 那只是說這邊的這個起飛軸 你可能要稍微抓好一點 可能就是血拳先起飛 然後皇家再來是接奧古斯特 這樣整體的這個死停效果可能會 跟運籌差不多 不過運籌一個人就可以辦到 他們三個人的這個死停走了 所以可以再次見證到這個 運籌的這個可怕 值 他是親航親母 那這個理論上呢 他的專武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家運嘛 不過他這運是掉的 不過也念在他這個 這個行為是最大 所以掉個六運 他還是在九十幾運 也還OK 整體這個給的這個專武屬性呢 其實也是航空對空 然後就是增加自己的迴避 那基本上這個生存能力 應該還算OK的 不過他也是親航嘛 所以理論上要輸出可能就還好 那也是這個專武強化之後呢 他會有一個尾獄裝填 不算是真正的獄裝填 他有45%的這個縮使 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彈幕 這個彈幕也不是說 航空騎飛就有一定的這個傷害 他要蓄力的 所以後排要被 至少被打到五次的這個傷害之後呢 他才獲得一個滿的這個蓄力 打出來的彈幕呢 才會比較痛 也只是比較痛而已 其實並不是說是真正有大量的這個大量傷害 所以這個彈幕的情況其實不是很好 那另外一個技能 其實也是屬於防禦技能 增加自己的這個隱蔽值 然後也有支強化的功能 然後順便就是 如果有Mark角色被打爆的話 他會回血 所以整體來看呢 他其實算是比較偏 生存類型的這個清航 然後 基本上他的輸出 看起來沒有那麼厲害 那硬要比的話呢 其實我們之前這個萊莎 其實也有這個 這個Zelly 可以去做比較 不過Zelly的輸出 其實也還算比他高的喔 雖然說他的那些木精 他的那些蝴蝶 是用來打HIT的所有 其實也是騷癢 刮殺 但基本上 這個Zelly的傷害 應該是比紫還在高 但是紫的生存力 應該是比Zelly還要高 好 雪不龜戰劍 他其實也算是很好用的一個戰劍 轉我強化的附近方面呢 火力裝潛其實對於這個戰劍很好用 然後呢再來就是 上升運嘛 然後這個50%以下 會自己增加你的火力增傷 那技能強化之後呢 其實強化技能 這邊也是增加這個火力命中 其實對於戰劍來說很好用 然後呢 彈幕也變成100%這個發炮 100%的這個彈幕 其實他是前方的一個小LOE的一個範圍 其實範圍不是很大 但是有附加額外的這個debuff 然後還有一個直線的這個冰錐 那直劍兵隊他是不受這個 我們的旗艦影響 所以他裡面讓這個彈幕 任性鎖定 不受旗艦影響 其實還不錯 那另外一部分呢 他的一技能就是有旗艦buff 好 增加自己我方的這個前排的這個能力以外呢 然後第一次自己的這個炮擊 會增傷60% 然後另外如果是對重甲的輸出 還會再加15% 總共就是75% 所以如果說他用來打這個道中精英罐的 第一炮是非常非常的痛的 這也過名思義啦 這隻角色 看起來就是打道中型的角色 虐菜 打精英怪 算是很好用的 那除此之外呢 你要去打王的話 可能就不是長期作戰沒有那麼好 就是短期作戰他會獲得很大的這個效應 那長期就收手了 硬要算的話 其實跟阿卡捏 心跳阿卡捏是差不多的 以前他們也都是屬於這種彈幕船 然後也是靠發炮 然後有自強化的能力 理論上這兩隻金皮角色的輸出 應該是持平的 不過第一炮的輸出 血不歸其實是很高的 其實有UR等級的 但是你把時間拉長的話 其實兩隻金皮的輸出總量 應該會是差不多的 好再來我們看飛鳥 飛鳥是輕巡 他是主炮加1的這個輕雷巡 所以整體而言 自律情況是相當不錯的 火力也不錯 然後雷擊傷害也不錯 那再來就是他的這個技能 技能一就是增加自己的爆傷 跟這個合作角色最多三名 所以自己一個 所以再帶兩名 那如果你有合作這個裝備的話 就可以減少一名 總共就是可以增加到45%的這個暴擊傷害 那暴擊傷害原本就是增加50% 所以150%再加45% 理論上就是1.95倍的這個攻擊 所以很高 但是你就是要帶其他的這個合作角色 這是可能要綁另外一隻 另外這個1技能就是額外的這個彈幕 這個彈幕很有趣 他是每12秒會打血量最低的那個人 必中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有打死會追加2技能的這個彈幕 沒打死會給這個敵人標記 獲得這個10%的增傷 這個是1技能的這個部分 好再來2技能會受到專武 你想我們可以直接看專武 專武給了狐利雷裝其實對他的說都很好 增加自己的運 然後還有獲得減傷 雖然他的記憶圖血量不高 但是全天候 無時常駐的這個減傷18 其實對他來說是生存力獲得很好的這個強化 那2技能獲得強化之後呢 其實本來2技能就有支持強化的這個功能 迴避也上升了 主要是強化2技能這個彈幕 那這個彈幕前面有講多 1技能如果斬殺會觸發2技能的這個彈幕 那2技能彈幕強化之後呢 整體的這個Hit數也很高 然後這個Hit數的這個傷害呢 主要是來自於雷級這個部分 大概9成都吃雷級 雖然說Hit數很高 有9成都吃雷級 然後有斬殺的情況 在額外觸發1技能的雙刀 總共3次3雙刀 所以理想的combo就是 1技能每12秒 斬殺觸發2技能 2技能斬殺再觸發1技能3次 但是不能再觸發2技能 因為2技能的內技能CP有10秒 所以理論上就是1 2 1 1 1 不會再2了 所以除了過了10秒之後 才會再觸發一次1 2 1 1 1 不可能有2 這理論上這是一瞬間的事情 所以理論上不可能觸發到這麼多的2技能 好當然2技能除了作為1技能的combo技出來 原本2技能就有一個損管技能 當然血量低於38會直接觸發 好不用1技能出發 直接觸發2技能這個密傳人法 那一樣會展出這個彈幕 那這個彈幕呢 造成的傷害會吸血吸回來 那原本打AOE的 打一群人吸的血也會比較多 但是打單一敵人的時候也會必定暴擊 所以不管你打單一敵人也好 打多數敵人也好 這個吸的血量其實都很補 還蠻不錯 因為他技術血量很低 所以他吸的血量的血質量 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前面也有減傷迴避也很高 所以整理來說你要增加他的生存 不用帶太多的生存裝備 反而是你增加他的輸出 讓他吸血 可能還高過於帶很多的生存裝備 好 接著我們細部來聊聊 他的所謂的combo階段 前面這個雙刀12秒 畢竟這個命中的目標 他是大概有100億的傷害 當然會受到你的雷擊活力影響 那我們先不管說是基礎傷害 那12之四普通量傳雜魚大概2560 後面的13張有2800多 14張就已經到3000以上 那你要進入1100的斬殺線 你勢必前面要多輸出一點 當然你有其他的隊友啦 所以如果幫你輸出到一半的斬殺線的話 你就可以打出第二套的密傳技法 所以1技能斬殺 2技能觸發 2技能如果再觸發斬殺的話 又回到1技能觸發三次 所以這是最完美的combo 好 我們來算一下這個角色的DPS 前面來說我們打這個普利茅斯 好 拆P他的平均最高 可以打出1358的這個DPS 天羽號的邊其實也不錯了 他已經算是前段班了 那一般飛秒 只打出1加2的這個combo的話 其實DPS就已經有989 還不錯囉 那如果說你真的是完美combo 1加2 然後再111 但完美combo不斷的持續下去 可以打出1200的這個DPS 已經是接近普利茅斯等級了 當然不可能每次都這麼順利 好 一場戰鬥 50秒的戰鬥裡面 你可以打出兩次完美combo就很厲害了 大波數的情況都是只有1加2 或是甚至連1 2都打不出來 因為沒有進入斬殺的這個過程 所以理論上大概平均有900多的DPS 算很好 而且這個900多的DPS在精頻輕巡來說 也甚至前段班的這個表現 以輸出來說 理論上他這個角色 應該可以跟我們這個萊莎去做比拼啦 不過萊莎算是比較平均在輸出的這個彈幕來說 那飛鳥是屬於超級爆發的 如果觸發combo的話 他一舉帶掉很多角色 這個傷害是不俗的 但如果沒有遇到斬殺的話 他的傷害可能就普普 就是一般的青雷巡而已 接下來看這個燕 燕他是潛水艇 也是這次活動角色免費獲得的 而且也是這個活動角色裡面 算是最大獎的 為什麼這樣講呢 看看他的專武 他專武是給雷狀命中 對於這個潛水艇來說 是非常幫助很大的 然後會增加自己的雷擊爆擊率 非常非常好用 那他進入戰鬥之後呢 還會追加這個彈幕 這彈幕是小型AOE 而且是人形鎖定 然後基本上是命中啦 然後傷害以技術上還很高 然後還附加這個點燃 所以整體這個傷害TPS 是所有這個所謂的 潛水艇的這個彈幕裡面最痛的 那而且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他在展開這個彈幕呢 他會回復自己的這個潛行力 那這個潛行力我們加這個呼吸管 其實大概就280290 大概就是29秒在換算 那加上他這個技能 恢復的這個過程 所以他大概可以活 大概30幾秒的這個潛行力 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作為潛水艇裡面 他可以發揮很多 那種CD很長的這個 預類時數 基本上跟美國的潛水艇已經差不多了 潛行力很高 那潛行力在底下 你可以發出很多CD長的這個預類 不然一般這種鐵血魚 大概只能找那種CD短的去做輸出了 那2技能部分呢就是 你的自強化嘛 然後還有額外的這個離場彈幕 就僅此而已 主要是他這1技能強化的這個彈幕 這個命中 DPS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作為一個單走的這個角色來說 他的輸出已經是潛水艇的Top3了 怎麼說呢 以一萬我們來說 現在以單走能力很強的 達文西 Meta556 他們都是單走能力很強 因為他們沒有很多團隊BUFF 跟以往的這個鐵血狼群是不一樣 所以這幾個單走的這個角色 已經是Top3了 他們三個放在一起 雖然沒有互相BUFF 他們個人能力確實很強的 所以這個HOMELA YEN 在活動的這個免費角色來說 給的這個性能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 好 再來隊伍推薦部分呢 如果你要目標打這個大世界 或是到十三張十四張的話 大概十四張只能打十四之二 原來你要合作團大概只能出這幾艘 飛翔很強不用說 那再來就是可能要出到板九 不過重巡可能你要換其他人的話 你就要換這個忍者服 來滿足三個這個散亂角色 再來雪布桂可以幫助前排做BUFF 然後自己也不吃擊劍尾彈幕人性鎖定 很好用 所以後面有Claudia補血 然後萊莎的穩定輸出 那你這個派催下的這個 吃起劍位的這個彈幕就獲得解放 所以這個算是滿平衡的一個角色隊伍 那如果你沒有想要用這個所謂的萊莎隊 那也可以用SS隊 那SS隊我就說前面的這個可能 他們有一個人要穿這個忍者服了 因為這三位一體才能合成這個我們的電光超人 那缺乏補血能力的話 你可能要帶一個UNICON來做倒中補血 那雪布桂就是一樣嘛 作為彈幕船 然後還有輔助前排角色的一個能力 那最後我們這邊看一下就是潛艇的部分 潛艇理論上應該就是單走的部分了 HOMRA 然後達魂西加五流 這是三個單走能力最強的這個潛艇了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走到後面 如果你有三個鐵血的話 當然鐵血的狼群也還是很好用 還是天花板 那如果說你不想那麼麻煩的話 這三個單走練起來也不吃虧 好啦以上是這一次這個合作角色的分析 希望能幫助你 我是潮門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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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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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